看來還是沒有做好功課再進來啊 一些比較厲害的東西呢 原來就是在這個公園的西南角這一側 左側 以及右側兩側呢都有很多的銅像 好現在呢走過來這一個 這個是雷鋒 學雷鋒雷鋒的雕像 他上面地圖上顯示的呢 是說這個地方是 紅軍長征的路線圖 北京的公園非常多 好現在這位置是在 朝陽區的紅頂金公園的北門一進了沒有 這公園比較酷一點的地方是說呢 在朝陽區這個公園是東四環路 把這個公園一分為二這種感覺 蠻酷的我是從北門這邊進來的 然後裡面呢有非常多的 廣場 提供遊客休閒旅遊 剛剛好是從這個北門這邊進來的一進來之後往我現在這個方向過來呢是西面 然後把這個公園分為東西兩側的就是這個四環的這個 南北向的這個 橋 然後呢我得從底下這個 順著過去才能到這個公園的東側 然後另外一邊這邊好酷喔這邊好多人在這邊釣魚 他們在這邊釣應該是屬於公園的外面對不對 因為看到就鐵籃嘛對啊 可能是這裡面的 魚比較多一點吧 很多肥魚從公園溜出去的時候被他們釣走之類的 哇這邊有一片薰衣草森 哇每次看到有這一大拼的薰衣草就讓我回到歐洲之前遊學的這種 感覺喔 好現在簡單的跟大家說一下這個紅頂金公園吧 這個紅頂金公園呢 它的這個實際的位置是在朝陽區的朝陽門外 後八里莊這邊喔 這公園啊建於1958年 占地面積大概是40公頃 裡面 其中有16公頃是水面的面積 另外的23呢都是綠化的 綠化率高達57% 隨著天氣的變化慢慢的變冷 然後在北京這邊的植坯 這些樹 有一些就會慢慢的顏色就會變了 慢慢的落葉 之後呢就會變成一個光凸凸的 沒有任何葉子的樹 所以呢 好會認為這個 秋冬 這兩個季節是一個 蠻適合來 就是山 或者是北京的公園這邊 走一走的 感受一下季節的變化 好會以前在台灣的時候呢 對於頂金 以及 紅頂金這個名詞呢 的定義不是這麼的了解的喔 直到來了大陸這邊生活之後呢 就慢慢的 有接觸到 但實際上 具體它表達的這個含義是什麼呢 我也是 接觸的比較少一點 於是呢我在來這個公園之前呢 我就想說紅頂金公園這裡面一定有什麼特別厲害的東西 然後我就 蠻期待的 我也不知道應該要怎麼去跟大家介紹 所謂的 紅頂金喔 那我就只能在 大陸的這個網上稍微查一下 那 百度上對紅頂金的這個意思的解釋呢 是說 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佩戴的標誌 以三角形的紅色頂金象徵的革命紅旗的一角 意味著是 革命練士的鮮血染成的 這個手機上面這個解釋呢 他又說有幾個 觀點喔 有革命的勝利 無私的奉獻 正義 勇敢 光榮 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 勇往直前 啊等等等等的 說實在的我還是不是非常懂他的這個 具體希望我能做到什麼但是呢我看到裡面的 解釋我認為啦 就是還是以勸導人良善吧 還是一個正義良善的 人的 對人的品格的要求吧 能這麼說吧 現在這個位置是在公園的東側 我認為這個東側這個園區有一個比較不錯的地方就是 外圍呢 有那個PU跑道 適合大家跑步健身的一個 跑道吧 然後這個跑道的內圈呢有這種類似 我現在在走的這種類似曲橋吧 感覺應該是類似這種曲橋 從這邊 這樣子 過來 這一段都是啊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這裡面的一些 人類需要的這種 綠樹 以及水 還有這邊廣闊的 平地公園吧 而且這個公園還是免費的 對吧 這個季節在變得非常冷之前 來感受一下 是還蠻舒服的喔 曬了一點太陽 現在在這個位置是紅領津公園的東南側這邊 有蠻多廣場的吧 對不對 然後這個位置這邊 這邊 還有前面這邊 相對來說就比較多的這種 應該是 活動吧 我剛選擇北門進來是因為我走的這個路線 我覺得北門比較順 但實際上呢 相對來說比較熱鬧一點的地方應該是從東門這邊進來的喔 因為 好多活動喔 剛剛有人唱歌嘛對吧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 孩子在玩的這個遊樂園 是不是 啊 這邊就是 東門啦 好多遊樂園啊 還有船長 那看來這個公園也是還蠻適合帶孩子來放電的啊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是 少年英雄賴寧 的一個 銅像啊 青銅的材質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事蹟 英雄少年光榮稱號 這邊還有一個 天眼雕塑 現在大家看到這些 都是 好像都是女孩子啊 在這邊跳街舞 他這個風格比較類似那種LUCKING的風格啊 剛剛稍微 瞄了一眼 因為都是長頭髮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都是女孩子 現在還會所在的位置呢 是這個公園的 西南角 大家看一下啊 這裡是 北京市 紅 通社 小 記者之家 一些比較 厲害的東西呢 原來就是在這個公園的 西南角這一側 左側 以及右側兩側呢 都有很多的 銅像啊 然後現在呢 走過來這個 這個是雷鋒 學雷鋒雷鋒的雕像 紅頂金 廣場啊 我覺得這個廣場呢 人相對來說是比較少一點的啊 也還蠻舒服蠻輕優的 它上面 地圖上顯示的呢 是說這個地方是 紅軍長征的路線圖 就旁邊這一塊啊 瑞金 烏江 尊藝 往北 長征大會師 等等的 這些大家應該都學過了喔 剛剛是從這邊 拍攝這個長征路線 在往北一點點的 東側這一塊喔 好多人坐在這邊休息 這邊非常漂亮 面對的這個紅頂壺 紅頂金壺 然後背靠著後面有好多鮮花 坐在這邊休息還挺舒服的感覺 好現在的位置是在 紅頂金公園的 西南角 我現在目前是倒著走的 因為呢現在這個時間 已經下午的兩三點鐘左右了 我剛剛是從北門這邊進來的 剛開始進來的時候啊我以為只有 北門跟 東南門的那個 東門而已 但實際上走過來之後發現呢東西南北都有個門 那尤為是北門相對來說比較偏遠一點 進來的路口 也沒什麼東西 門也比較小比較窄 比較多的 大一點的門呢是紅頂金公園的南門一進來 大家都看到這個廣場非常大 在東門的那個地方呢有 孩子玩的那個遊樂設施 小小的遊樂園 然後這個公園我覺得雖然是說他不大但是也還蠻適合大家茶餘飯後 吃完飯出來運動走一走逛一逛或者是你要跑步 你就跑外圈那你要想要 看湖景你就走那一圈 你如果是帶孩子來玩你就去西南角的那個 那個 遊樂園那邊 那你如果是說 想要來這邊跳舞唱歌的話呢 這一整個南面 不管是東南還是西南這邊呢都有還蠻多廣場 可以讓大家在這邊有一些 社交娛樂的一些活動吧 準備要回去囉 在這個 西南角的這個地方又看到很多 應該是姐姐吧 蠻酷的 打扮的 回到北門啦 好耶剛剛是從北門來的 因為我是騎車過來的 所以呢只能在同一個入口進 同一個入口出 好耶已經離開公園了 已經逛完了 在裡面大概待了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吧 那今天這條視頻主要都是由我 前幾天買的這個 更新的設備 OSMO POCKET 所拍攝的 這個OSMO POCKET 這個設備呢 是2018年的 11月份出來的 到現在呢已經過了4年了也算是一個過時的產品了 但是呢我想這次的 設備的更新 畫質以及收音呢會比以前 拿手機 OPPO Reno3拍攝出來的還要再好一點點 也算是一個小小的突破吧 之後 在入冬之前好耶每個禮拜呢基本上 都要安排一點時間出來外面逛一下公園或爬一下山 因為啊 北京的秋季冬季的這兩個季節的交替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的楓葉據說是很美的喔 值得記錄下來的 那今天這條 紅頂巾的這個視頻好耶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好耶的小伙伴你可以幫忙點個讚 你如果還想看到好耶的視頻持續的更新的話呢你可以關注我 祝大家平安順心祝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耶感謝你收看期待你的留言明天見拜拜